第954集 生与死 谁得欢喜 谁得伤 叶家与孟超然有什么样的仇恨 叶家人岂能不知 杀亲之仇 灭门之恨 可以说孟超然存在一天 叶家的人就会寝食不安 如今孟超然的徒弟竟然拥有了如此强横的实力 那么一旦有一天 孟超然跟徒弟会合之后 会不会得叶家报复 这是根本不用想的事情 天岁人怨的是 叶家竟然从灵家口中得知了孟超然现在就在天机城 而且恐怕正与叶出臣在一起 叶家若是不动手 那就真的傻了 小楼背靠青山 面对绿水 寒冬的山水格外清晰 叶出臣坐在窗子前面 已经是下午 楼前的水中 升腾起一阵浓浓的水雾 他的眼波也如这水雾一般迷蒙 在他身后 一个轻衣身影 脸色平凡无奇 但浑身的气度却潇洒出臣 下雪了呢 叶出臣 呢喃着 下雪 身后那人无意识地回了一句 笑道 下雪的时候 一般都是你最喜欢的时刻 怎么 现在却不高兴了 哥尹 你说 我们两个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呢 叶出臣眼色凄迷 看着外面迷蒙的雪花轻声地问道 未来 在他身后 正是易容之后的梦超然 他轻轻地笑了笑 带着一种看破事情的洒脱 我没有想过 我们两个会有什么未来 他淡淡地笑着 带着一种彻悟 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日子 就像是做梦 过一天就少一天 所以我从来不去想 不想今天之后的事情 叶出臣 奇迷地笑了 是啊 我的父亲 杀了你所有的亲人 你只要活着 就要报仇的 可能还是我父亲 我们两个 本就没有未来的 梦超然沉默 仇是要报的 但是 爱如何尝 这是一个永远都无法解开的死结 横温在两人之间 有这道死结 两人连私奔都做不到 因为彼此朝夕相对的时候 怎么会不想起仇恨呢 叶出臣会想起自己的父亲 是梦超然的灭门仇人 梦超然同样会想起 不在一起 是被思念折磨 行销鼓励 黯然伤身 但是在一起 却又一样的是折磨 这对有情人 陷入了天下间 对于情人之间来说 最恐怖的怪圈 孟哥尹自己改名为梦超然 想要超然事外 看淡一切 可是 他毕竟不能真的超然 或许 只有死 才能解脱吧 孟超然的口气很闲适 死 有那么容易吗 叶出臣也笑起来 要是可以死 我是真的不想活了 见不到你的时候 天天天想要见到 见到你 却又会想起那些事情 就痛不欲生 这是个死结啊 孟超然滴滴常态 我看透了 我看透了生死 看透事情 看破了红尘 却唯独没有看淡你 唯独没有 看淡愁啊 叶出臣 我看见到这里 只是想跟你相处一段时间 没有想过走 就在这时 有个怪异的声音淡淡响起 问题是 就算你想走 也走不了 更加走不成 叶出臣和孟超然一惊 同时抬眼望去 只见在小楼梯 对面的湖面上 有两个黑衣人 正淋泊而来 四面八方 也都有穿着叶家服饰的人 如飞而来 上那间 就将这小楼完全包围 叶世宇 叶出臣经过最初的震惊 竟然瞬间沉住了气 出来 你好大的胆子 是谁允许你这么做的 人影一闪 叶世宇出现在楼下 这次 他并没有表现出 他那娘娘腔的一面 而是很正经的说道 姑姑 追不住了 这次行动 那是老祖宗亲自安排 小植也是奉命行事 挂个名头 其实一切与我无关 如何行动 也不归我指挥 我在这里 唯一的作用 就是证明 叶家低系子孙 参与了这件事 了结了这件事 仅此而已 叶出臣淡淡地笑了笑 这么说 乃是家族的意思 要将孟哥银拿下 也是于坦白道 这次 家族的意思 只是要擒住孟哥银 绝不会杀他 孟超然的眼中 射出锐利的神光 是要用我来对付我的徒弟吗 也是于道 孟师叔果然高见 孟超然淡淡一笑 不过这个师父很惭愧的 什么忙都帮不上徒弟的 若是还给敌人帮了忙 那真是连死都没有面目了 旁边一人道 废话什么 赶紧上去拿下 回去交差 轰的一声 小楼突然间支离破碎 整个的塌陷下来 叶出臣和孟超然两人 从窗口偏人而出 站在池塘边上 吭吭的两声响 两人常见 冲石出窍 身后的小楼缓缓轻塌 姑姑 莫非您也要动手吗 叶是于苦涩的问道 叶出臣神色一暗 转过头 看了孟超然一眼 眼中柔情万缕 终于他轻声道 在很多年之前 姑姑的心就给了这个人 当年的事情 是我们叶家不对 这件事早有公论 也不必多说 但是这件事 给我们两人造成的困扰 和烦恼痛苦 却是无与伦比 多少年了 我一直想成为孟哥银的妻子 成为孟家的媳妇 始终未曾如愿 叶出臣 叶出臣 七迷的笑了笑 剑光一闪 孟超然的头发 与他自己的头发 各被割下一缕 叶出臣细心的 将两缕头发 紧紧的系在一起 脸上带着幸福满足 今日 临死之前 却无论如何 要将这心愿了了 总归马上就要死了 临死之前 做什么也就没那么多顾虑 索性 不去考虑了 叶出臣转过头去 柔情肆意的 看着孟超然 歌吟 你记住 从此刻开始 我们已经是结发夫妻 初初是你的妻子 是你们孟家的媳妇 若有来生 莫要忘记 孟超然猴杰上下 动了动 努力的笑起来 也好 今日一战了恩仇 一战之后 仇也云烟 恨也云烟 情也云烟 爱也云烟 便是如此 战前成亲 也是一桩传世佳话呀 两人神情凛然 突然并肩跪下 苍天在上 唯我见证 今日 孟超然 与叶出臣 对天蒙事 结为夫妇 不求白手到老 但求生生世世 结在一起 两人对天一拜 对拜一次 站起身来 相对微笑 即将到来的生死大劫 竟然根本没有放在心上 叶出臣 转过身 微笑道 前尘是非 暂且不论 恩恩怨怨 权当没有 但是现在 我已经是孟超然的妻子 你们要杀他 便是要杀我的丈夫 我不能授手待毙 我会拼命还手 直到丧命在你们手中 叶家人面面相觑 一个个进退不得 这事如何是好啊 大小姐如此决绝 难得真的要亲手 杀掉自己家族的大小姐吗 雪花从西书转为稠密 飘飘洋洋落下 瞬间就是一片洁白 一个声音冷冷的阴沉的说道 她已经是别人家的媳妇 与我叶家何干 何必再有顾忌 一起动手 给老夫杀了这对奸夫淫妇 说话人独有的阴沉声调 让人一下子就听得出来 叶帝 叶家老祖宗 叶出臣和孟超然同时露出一副解脱的时色 等了十几年 等到了这句话 而且是从叶家地位最尊崇的老祖宗口中说出来 她已经是别人家的媳妇 与我叶家何干 解脱了 只可惜这份解脱 即将到来的 却是生死 叶家人一声抱贺 就冲了上来 其慢 一个声音悲愤绝望的叫道 要杀他们 谁杀了我 一条白影 似乎与大雪成了相同的颜色 突然跳了出来 凌寒武 凌寒武到来的时候 正是小楼倾他的那一刻 他满心的欢喜 虽然这次可能会死 但是下雪了 在大战之中 与叶出臣欣赏雪景 也是不错的 毕竟是全了心愿 也是成全了友情 成全了爱情 成全了心愿 可是他满怀激动的到来 在飘飘白雪中 却听到叶出臣 与孟超然结为夫妻的誓言 那一刻 林寒武的心 片片碎裂 在这期盼已久 本应该让他自己 欢喜欲狂的大雪中 呆若目击 心如死灰 寒冬之夜 大雪飘飞之中 林寒武的心中 彻骨的寒冷 彻底的绝望 出臣 你也喜欢雪 改日我跟你一起去看雪 如何 好啊 出臣 过两天可能要下雪了 到时候我来找你 这 不好吧 我跟柯寅约好了 到时候一起去看雪玩呢 你要一起去吗 那 那我就不去了 恐怕这几天还有事 出臣 又要下雪了 这几天阴得好厉害啊 我带你出去 到风雪中玩去 相信肯定是别有一番乐趣 不了 对不起 寒武 你也知道 哥已经走了 我什么心绪都没有 对不起 第954集 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